我永远记得《参公书》有一段非常重要的开始 他说一个修行人 有三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第一个 姐们 你对法裔的了解 第二个 行门 你一天拜多少拜佛 持多少的咒 送多少的祭 行门 第三个 性格 《参公书》讲完这三个套说法 他说性格是最重要的 他说你这个人啊 性格不好啊 天大的姐们 天大的心们都没有用 那么这句话当然我们不看《嫩人经》 也就不知道为什么性格占了这么重要的因素 比如说 你这个人的性格是自私自利 他的性格是畏公畏众 你们两个同样去拜佛 同样持大悲咒 结果是不一样的 你也一拜佛 一百拜 他也拜一百拜 你们两个结果是不一样 你的本质是自私自利的本质嘛 你所有的加行 会加行在这个自私自利上 如果你这个自私自利是亲近的 你变成二称人 如果你自私自利当中又贪着了武艺的快乐 那就是天某外道理 那么卫公卫众也是这样 你卫公卫众你的心是亲近的 那就是你这个加行成就菩萨的果位 如果你这个卫公卫众的心 寒蝉的贪婪心 那就是人天福报 所以我们大家要知道 你的思想影响到你的结果 其实你的加行只是产生一种力量 但它快速完成你的这个结果而已 它只是一个动力 但是它不是一个方向 它不是一个生命的方向 你真正的方向是你的思想 就是说 我们讲一简单的话就是说 你拿米去煮 你一定煮成饭嘛 你这个火太小 你说你火懈怠一点 我顶多是煮得比较慢 火大火小是决定它的快慢 但是你的本质是不能改变 你拿地瓜去煮 最后一定变成地瓜 你拿地瓜去煮 最后一定是地瓜 你不能说拿地瓜去煮 煮成变成饭 不可能 也就是说 你信念的根本的本质 是影响你最后的果报的结果